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下 DaVinci Resolve 调色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单纯就是开心调色 然后稍微玩一下我们的底片模拟插件 Dehancer Pro 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可以生出什么样的特别颜色吧 那我们就直接切换到电脑咯 OK 那我们来到我们 DaVinci Resolve 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调色界面 这一个打光呢就是用两片的CRLS反光版 然后直接打到人跟我们的拍摄产品上面 那因为我们要使用底片模拟插件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第二个图层 然后第一个图层就保留当作我们的色彩匹配的图层 那我们就快速挑选一下我们的色彩空间 那今天的底片我想要挑选一个比较自然的 那我们就挑选了Portrait 160 那我们快速把我们的Film Grain关掉 因为我想要保留一个干净的影响 然后把我们的Halation跟Bloom全部打开 让它有一个底片朦胧的效果 那Halation在明暗交界的地方会出现红色的冰原 我觉得效果太浮夸了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效果降低一些些 那接着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Bloom 就有点像是黑柔胶滤镜的感觉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before跟after 让它有一种朦胧 但是又不要太朦胧的效果 就我们可以好好的控制我们想要多少朦胧的效果 那接着我想要来调整一下我们曝光的部分 我们直接到我们下面的False Color 直接开启尾色彩 应该是这样翻译吧 那我们就直接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图层色彩匹配的地方 然后来调整一下我们曝光部分 那我们稍微把中间调提亮一点点 让我们的阴影多一点细节 OK那我们回到我们Dehancer Pro 那我们就来放向阶段 那我想要我的影像再明亮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稍微加一点对比上去 那我们Dehancer Pro里面放向阶段 跟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图层里面调整的曝光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放向阶段 你看False Color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像 其实高光跟阴影其实还是维持一样的高度 我们只是在调整整体的亮度 就看起来亮一点或暗一点 但是我们第一个图层是会整体把我们的黑色压到底 或者是高光会爆掉之类的 就效果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还蛮神奇的 那就是这个放向阶段在Dehancer Pro里面 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那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图层 把我们的暗部再提亮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暗部已经压到死黑了 那我们就把它再提亮一点点 OK那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色彩平衡的部分 那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看起来也还蛮自然的 我们就稍微微调一下下 稍微修饰一点点就好 那我们看一下Before跟After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点点但是有加分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玩一下这个底片模拟插件 它的Push and Pull 就是我们的过度曝光跟曝光不足的颜色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底片如果曝光不足一点点 看起来的颜色我觉得还蛮赞的 那我们就保留曝光不足一点点 那最后我们再用False Color 确定有没有死黑或者是死白的部分 那确定没问题 我们就直接复制到所有的片段上面 那这一整支分享影片就只有两个镜位 然后两种灯光 所以就是一个站着一个坐下来 那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第一个图层 把色彩批配 把我们的曝光拉成一致 那一样我们用我们的False Color做一下辅助 把我们的中间调拉起来一些些 最后我想要再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向的曝光跟对比度 那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图层 用False Color确定我们最终影像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完成啦 那我们就快速划过所有的片段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调色效果 那这支影片其实已经剪出来 它是我们的气密相分享影片 那我会把整支的完整影片放在下方链接 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 OK 这我们今天的DaVinci Resolve调色分享 那我们今天挑选的是Portra底片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温和 比较低饱和 然后比较自然的颜色 那我觉得看起来效果还蛮赞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影片 当然请问这个影片 按个赞 对我们的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全部都是调色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